老师 2021年什么星座的女人 敞开心胸就能找到春天 不会像她们两位这样 都得有个小 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跟上升星座这两个部分 来看看重点在 今年如果能够敞开心胸的话 就能够迎接春天来临的星座有哪些 首先第三名 如果我们的太阳跟上升 是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我们说 放柔一点我们的姿态的话 对我们的人员会很有帮助的 就提醒水瓶座的朋友 有时候你去观察身边的水瓶座 他们通常都是比较轻一点的 对不对 就说很客气 但是跟人都保持一些距离 但我要提醒今年水瓶座的朋友 比方说公司有一些部门聚餐活动 我们就多多的去参加 或者是时不时你出差的时候 带点点心回来跟大家共享 可以让自己的人员更好 然后这种帮助我们感情运 也能够迎接来 因为今年有很多的感情运 是在工作场合能够出现的 所以这方面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 第二名呢 如果太阳跟上升落在天瓶座的朋友 我们说多一些勇气 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恭喜玉京 上升天瓶有上榜了 好真的 其实天瓶座的朋友 有时候真的有点点犹豫吧 可能你会想要去跨出你的舒适圈 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有时候觉得 其实我现在这样也还蛮好的啊 我蛮习惯这种安定的生活 不想要改变 有时候会有这样犹豫 所以提醒天瓶座的朋友 在今年我们如果想要有这种桃花的话呢 你就要去做出一些勇敢的改变 比方说不要再打这个小白球了 可能真的去滑龙洲了 滑龙洲整船都蛮单身的 真的 而且滑龙洲通常这种肌肉 一定要很有力的 还不够得好 就是说这样子慢慢去 去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人 其实你的桃花也许就在其中了 好 第一名呢 如果我们的太阳 这个落在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就是 放宽标准来多交朋友 玉京也有上榜了 非常棒 那立喆呢 这个上升天蝎也有上榜的 因为呢 有时候我们自己 比方说遇到一些新的朋友 你会觉得说 啊 这样的个性 我只能当朋友 这些会这样 对不对 你就自己马上把它归类了 但今年就不要那么多的设限 虽然都是朋友 可是你不要把它局限在这里 就是以一个这种朋友的相处 你会发觉 有一些聊得来了 其实我就不要硬把它归类在 我运动的朋友啦 这个读书会的朋友 能够聊得来的 我们慢慢多进一步的 这种这个接触的话 其实桃花就在其中了 其实我特别看一下立喆的星盘 你从今年的这个夏天之后到明年 其实你的桃花是非常旺的 真的哦 对 所以你可以 可是都没有这个 只有天蝎 就天蝎的特质 因为这种原因 所以其实你的桃花是非常旺的 你要懂得好好的去把握一下 然后玉京其实不只是 我觉得你应该 从去年开始 你应该桃花就很旺了 只不过因为你是上升天平 都是烂桃花 你是上升天平的原因 所以你对于感情 我觉得优点是你很理性 你是很理性去判断的 但是缺点就是在 你又太多的这种规矩了 所以多多这样做一些改变的话 相信大家就可以迎来 我们的好桃花了 桃老师 有什么风水小秘法 可以让我们 秘得良缘 人缘强强棍 那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呢 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证源 然后也不会失去 你的人缘的小秘法 其实通常呢 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呢 其实会有四个月呢 是属于桃花的月份 分别呢就是农历的二月五月跟八月还有十一月 这个四个月呢 是桃花能量最强的月份 那如果你等不到这四个月份的话呢 其实在每一个月呢 的十五号 都是可以许愿的时候嘛 月圆之际哦 都算是桃花最圆满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每个月的十五号呢 来做一个布局 那如果你可以在我刚刚讲的 二五八十一月的农历呢 的十五号的话 那这个桃花能量呢一定是最强的哦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准备好这个 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 在这几个月份或每个月的十五号当中呢 当然我们都可以为自己 例如说可以在桃花位当中呢 可以放玫瑰花嘛 玫瑰花就是最具有爱情的能量的 那我们可以放几朵玫瑰花呢 例如说放九朵 但是放玫瑰花呢 最怕就是容易卸掉 然后花如果卸了之后呢 你就要立刻把它补新的 那可能你觉得成本太高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一定要用玫瑰花 那如果我们要找流年的这个桃花位的话呢 提供给大家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到2022年呢 整个桃花位呢 最强在南方 在正南方的地方哦 所以呢 从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呢 我们在南方可以做布局 例如说你可以把玫瑰花放在南方 或者是呢 我们做大家一个布局呢 就是DIY的哦 你可以准备一个圆盘 如果你觉得玫瑰花比较不好去照顾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个圆盘 然后圆盘上面呢 可以去 例如说你去网路上 单楼一个这个 下载一个这样的桃花符 这桃花符呢 是咕噜咕噜噜 佛母的一个心咒 那或者呢 你可以去月老庙 如果有月老 这边有一个服贴 或是符咒的话 你可以把它囚一个 然后把它贴在呢 这一个底部 这个圆盘的底部 然后还要准备什么呢 粉水晶的碎石 以及呢 一颗粉水晶球 那重点是呢 你可以去找一个猫眼石 粉红色的猫眼石呢 有这种心形的形状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猫眼石呢 它就像玫瑰花瓣一样 所以你把它铺在呢 这一个粉金球的 这个周围当中 然后总共有七颗 七颗呢 代表就是一个循环 也代表就是一个更新 你的桃花运的象征 那这样的话呢 做好一个这样的圆盘呢 放在呢 流年的 例如说南方 或者是你的床头旁边 或者是你的梳妆台上面呢 都可以汇聚呢 这个桃花的能量 帮助你呢 带来好的桃花运 那你做好这样的一个布局之后呢 建议你哦 你可以准备一个红纸 然后上面写上你的姓名 还有出生资料 之外呢 你可以许下一个心愿 把它压在这个圆盘底下 帮助你呢 在桃花方面呢 更能够心想事成哦 那以上的小秘法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郁金 所以你最坦白遇到 明明就是已经有对象的人 人家又来招惹你 你这次遇到 你打球认识这个男生 是怎么回事 我打球遇到的男生 大概都是45岁以上的居多 然后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家事的 所以我都说我常遇到烂桃花 都没有证源 就是那种男生就是有家事的 然后就会问你说 一个人很辛苦 要不要找人靠一下 那你就听得懂意思嘛 我们又不是没出过社会 那这种人就是 直接拒绝就好了 不用再跟他下一句废话 有一个男生呢 我觉得来约我 吃了两次饭 我觉得还不错 感觉还行哦 到第三次第四次 我觉得可以 那对方呢是50岁 没结婚 没有结婚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以哦 我们还有去看电影干嘛 我是真的又觉得说还行这样 那我就有听到俄语说 那个男的其实有女朋友 那我说 我就有问他哦 我说谁谁谁说你有女朋友 他说谁说的 我根本没有好不好 他说那个都是大家在乱传的 因为有的时候 搭球队去打球 可能你会传跟他同一组 你们两个是不是暧昧 或什么之类 他说是乱传的 那我就想说好吧 就应该是这样 但我们两个没有真的交往 结果有一次 又有一个女生跟我说 他有女朋友 就是那个谁谁谁 他们在球场打球的时候 还手牵手 还为他吃东西 那等于就是他是骗我嘛 他其实是有女朋友 那我就有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是有女朋友的话 我说你就不要来约我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那如果你是想要跟我交往 你就是处理好你的感情的事情这样 结果有一天他跟我说 我就跟你说我没有女朋友 我到底要怎么讲你才会相信 到最后我们两个就是完全 我就跟他说那算了 我觉得我要求证这种事情 太浪费时间 而且我干嘛要这么委屈我自己 还要去求证这个 对 就如果你真的是有女朋友 我也不想要跟你台语讲 有多事 后来我才听到我另外那个女性朋友说 他们两个是真的在交往 可是男生跟女生说 你不要说出去 就是这样会造成我在 其他公众场合的麻烦 就是他比如说他的社交圈 因为是有交集的 假单身就对 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那就算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 后来他说什么 你知道吗 多灵哥 他说 你怎么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那你也单身这么久了 你离婚这么久 你也单身这么久了 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的 都会有幸运耶 他就这样跟我说 是啊 他就这样跟我说 然后我说然后呢 文字嘛赖文字 我说然后呢 你一定也会有 我可以帮你 蛤 然后我就说谢谢再联络 就把它删掉 现在很怪耶 这很夸张 还没到